歡迎回來 致力於創新的國光劇團 今年二十週年重演推出 《鄰人三部曲》中的兩個作品 水秀與菸汁須構出一個離原國的場景 圓滿了楊貴妃死後 對唐明皇的牽掛與憾恨 而《百年戲樓》則回看京劇 近一百年的發展演變 二零一四年 《鄰人三部曲》在上海掀起了一波 臺灣京劇新美學的熱潮 一直到今天還不斷有文章以及熱烈的討論 創團二十年的國光劇團 致力嘗試在京劇傳統中注入現代意識 從現代和文學的角度出發 製作新編京劇 2015年春季公演 將重現去年近居上海演出的 《鄰人》系列作品 水秀與菸汁於百年戲樓 在創作這個系列 當時並沒有想到它是《鄰人三部曲》 只是一直到水秀菸汁完成的時候 才覺得好像我們無形中 在把自己的故事一一地陳述給當代的朋友 像孟小東談的是人 《百年戲樓談的是史》 然後水秀菸汁談的是戲與人 如何發生戲的關聯 所以其實那部分看起來 形式是有一個新隱性 然後探討的內涵 又有一種讓我覺得當代戲劇裡面 很難觸及的某些 我講是表演上很神秘的一種位置 所以要竟然可以被這麼一個古老的形式呈現出來 在天安慰地的一種旅行 在天安慰地的一種旅行 並不一種旅行 傷心曾照見 天是情话 情话 情 水秀与烟枝以戏的创作为主题 探讨一部像长生殿这样的作品如何产生 这由唐明皇的向内凝视 面对自我 让杨贵妃终于听到她的悔恨与愧疚 我们一直在做这种所谓的一种探讨 探讨这个生命的问题 所以在戏剧当中 不仅仅是有唱片做打精彩的表演 那么又有这种所谓从精神方面来看这个事情 或者说从更高的一种境界来看待人生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符合 现在这个时代想要探讨的一些问题吧 师父 您怎么知道我的尺寸 是唱绝的就没有大脚 声也好 弹也罢 这双脚从小就得收着压着 否则上了台一双大脚能看吗 百年戏楼用白蛇传作为戏中戏贯穿全剧 刻画了金剧面对传统跟创新之间的抗衡 以及人与人的恩怨纠葛 透过舞台剧的形式 展现了金剧演员的台前幕后 虽然是就戏重演 但导演李小平要求演员要将角色内化 力求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受 演员越来越相信观众 接受他的情绪这件事情 进而在他里面形成了一个情感排序的酝酿 那种酝酿之后他勇敢地外化 本来他自己会怀疑说 那部分他们接受得到吗 其实慢慢在这个部分 这个内化而后的反出的往来 其实推进很多 如果我们有这个舞台上的热情 就应该把这个追求 当作每一次演出当中的自我递进 所以所有的主演 跟我们的这些群众角色 都用自己如第一次演出一样的心境 去内化 找到那个新的态度 梦回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